HELLO 大家好,歡迎到 YDIARY 今天是夕陽情人節的前夕啊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準備什麼 肉麻細細的禮物給另一半咯 那像我個人啊,因為毛很多 每一年都會預設一些自我的小目標 比方說像前幾支影片就有出現過 每年都要做的賀卡啦 或是一些皮件,像是這個 筆帶啊,還有長皮夾啊 劍喬包之類的等等很多很多東西 那這一次呢,你看到了些什麼呢? 我看到了 追一個 超級可愛的愛心鑰匙扣 恕不宜遲馬上進入爽作時間 情侶新型鑰匙扣皮革材料包 裡面有什麼呢? 採好的有孔皮革片 縫針 蠟線 鑰匙圈 作文書 小布袋 還有小卡片 好,那我們就開始製作吧 其實啊,這次的材料我是買了兩份 它們都是擦蠟皮 一個是櫻花的顏色 一個是薰衣草的顏色 結果我收到這個材料包裡面啊 很驚喜的是,我以為它的蠟線會附給我白色蠟線 結果啊,它依照我這兩個皮革的色系 選了兩種不同顏色的蠟線給我耶 超級棒的 很大 所以呢,我就把這兩個顏色啊 拆開來 湊成兩組 想說這樣子 會不會比較有點 不一樣的氣氛 一樣喔,我們先把這個線穿過去 蠟線留的這個長度啊 就是它這整個形狀的四倍長 我的做法呢 是右邊 右針先穿過去之後 左針再穿過來 好,拉起來 好,繼續完工 大家記得喔 不要因為縫得很順 所以就把它全部縫死 把這個算第一個好了 一、二、三、四、五 大概在第五個洞的這附近 我們要預留一個空間 要把這個要屬扣位置的皮革片插進來 之後再一起縫 才可以完工 好,那我們縫完了 再把線往圍 讓它更牢固一點 這邊再用打火機燒 不好意思喔 唉唷,我技術不太好 所以顏色有點變了 不過沒關係啦 這樣才比較有手作的感覺 完成啦 這次的產品相較於我們前幾次的皮件規格 著實迷你了很多的 沒有錯 而且啊,平均這樣子一組縫起來的時間 大概一個小時之內就可以完工 非常的快速 而且啊,它這個可愛的樣子真的還蠻適合在情人節的時候 用心的縫製一對 讓你和你的另一半可以擁有情侶鑰匙扣 而且啊,我其實原本應該是預購一組是櫻花色的 一組是薰衣草色 不過呢,後來它來之後我覺得 把它拆開來好像也還不錯 所以這樣子的話,你一組裡面啊 一個人都會擁有兩個顏色呢 我把它做比較不一樣的區隔的地方 是依靠上面這個 這個地方 我來把它做標示 像這一套 它就是 薰衣草色的皮件 然後呢 這一半啊 它使用的是比較偏紫色系的線 這邊是粉紅色的 好,反過來看 欸,它就是有一點點稍微的不一樣 那這鑰匙扣的部分啊 這一組我就是設定成它是用 粉紅色的地方來呈現 那同樣的一個是用比較偏粉紅色的線 另外一個就是偏紫色系的線 這樣就可以在童子裡面做出一些小小絲呢 而且啊 其實你看喔 它合在一起的時候 是一個愛心對不對 欸,感覺非常有情意啊 但是呢 你把它分開來的時候呢 它就很低調 不會特別張揚 我覺得它就像一片樹葉一樣 不像水滴嗎 花瓣也可以 好的 對 我們是櫻花桿 那我用一點我的皮革保養液 想說那你用一些皮革保養液 看一下它擦一擦 會不會顏色變比較不太一樣 正下的我覺得像是TN的本子啊 那種皮革 其實你用你的手溫 你的那種手的一些油度 慢慢的它就會越來越有 手感 我覺得 手感 就是自己的皮感不太一樣 手感是這樣用的嗎 很大 哇 炸棒 這個 啊 這也燒錯了 這個也燒 燒 這也燒了 我的四個都有手做的痕跡啊 多好 這樣就可以在這個同組裡面做出一些 這樣就可以在同組裡面做出 做出 如果一般的禮物已經送不出你想要的創意的話 挑戰手做禮品會是很好的選擇哦 像這樣簡單的小皮革啊 也很適合一些 新手們或是皮革愛好者來嘗試看看哦 做出屬於你們獨一無二又充滿誠意的小物吧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哦 也不要忘記follow myg 好 大家下次見啦 掰掰